我們家其實種茶葉大概已經四十幾年了 其實從小都會一直開始幫忙 就是爸媽在做茶葉的時候就一直都有幫忙 然後大概是最近兩三年的時候開始回家 然後幫忙做品牌 然後開始真正就是有再深入一點 這次就是主要是因為那個茶改常有一個台灣好茶香的活動 然後他就是有在徵選各地的茶清或是茶門來這邊做反送或擺盤 然後因為有了這次機會然後我們也主動報名 然後最後被選上 那因為之前就知道這邊花博市集 農民市集其實就蠻多人 而且一直都固定有活動 那想通過這次機會先來看一下 然後就是 順便看看未來是有機會的話 我們就把他在這邊繼續發展 那大概要用什麼樣的性質 客群是怎樣 那來這邊擺盤最重要的是 他那時候我說要有三張EQ 包含有機生產履歷或是生產追溯的條碼 那我們剛好也就有生產追溯 也有生產履歷 所以就順利備合自己 其實都有就是想要打開知名度 然後也想要販售家裡的茶葉 但一方面是因為家裡 平民畢竟裡包總為主 但是因為我們家還有經營 就是包含蜜蕭紅茶中包給人 那想要一次都展示給大家 然後再透過在擺攤的過程中 讓來一方面在販售一方面也可以傳達 就是茶葉的相關知識 然後建立還讓顧客可以對我們品牌 建立更深的印象 之前主要都還是在網路上Facebook 然後還有在自家就是在平民那邊 做零售跟琵琶 那現在就是希望可以走出來 就像花博這樣的擺態 然後去吸引更多的人認識我們 就是接觸到我們 所以你也認為 上星期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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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星期錄 importa 下星期錄 下星期錄 下星期錄